今天ET国股推介是中铁390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 原因是内地持续释放维稳讯号 不过市场忧虑美国联储局紧缩政策将会加快 补淡因素角力之下 港股短期维持区间上落 国常会就看到要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我预料更多增长的措施会陆续出台 既然发展是今年经济增长重要之策 可以关注基建股包括中铁 中铁去年全盈利录得276亿人民币 岸年增长9.6% 其内申签合同额27200亿人民币 增加4.7% 集团预计2022年申签合同额大约29300亿 意味着岸年增幅会加快到7.3% 其中管理层强调 今年首季申签合同可能实现强劲的岸年增长 并且计划在未来三年将平均项目的镇毛利率 每年提高50点 中铁成为收入4.6% 继续搜寻去年11月以来形成的上升趋势 并且突破今年2月高位回吐后形成的下降轨 建议等候10天前4.5%收集 反大目标体2分高位5.2% 加零国际、瑞银、瑞信、级与中铁、中铁、中铁目标价 分别是5.3、5.4和5.91% 建议向下调整7%到大约4.2%就减时了 再次准备 谢谢观看